好 我們大家請合掌 南無本釋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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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聖為妙法 無上聖聖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願解如來真實義 歸易以鬼 意義略縮 各位必求 必求你 各位三位三民 各位居士 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放上 我們今年呢 第二次的集體歸易 那麼呢 時間又到了 那麼 按照慣例呢 來跟大家呢 講說歸易的道理 那麼 在這之前呢 也教導大家歸易的 做一個佛弟子啊 你的行儀 怎麼樣 禮拜 合掌 看到師父了 要怎麼樣 那麼呢 這是 作為一個佛弟子 一個基本的認識 那麼 歸易啊 在生命中是很重要的 那麼 是怎樣說呢 因為歸易 是一種心靈的 宣告行為 那麼一種宣告 一種宣誓 那麼他 人的一生 有幾個重要的階段 生與死 是很重要的兩個階段 但生 我們幾乎呢 不能決定 但死 我們要能決定 我們不知道 我們活得好不好 能不能 不 我們不一定能保證 我們活得好不好 那就遇到什麼人呢 心情愉不愉快啊 或者遇到什麼事情啊 我們面對得好不好啊 這不一定 但是呢 我們卻 一定要 也比較有機會 就準備 我們怎麼樣面臨死亡 因為死亡大家都很平等 就是內口氣不來 生命 停止了 不能運作了 那麼 一個人啊 這個 欲望多了 或者是不滿足於現狀 或者是對於一個 可能存在的某一些未來啊 老是渴望不止啊 老是渴望不止啊 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不念死 要大家來參加法會啊 等等 我們可以一百個理由 但其實最終的核心的理由呢 就是 我們生不需要怎麼來投胎 活我們有時候很難安排我們生活的 所面臨的種種 包括我們怎麼樣子的過日子 怎麼樣子的有錢沒錢 遇到個什麼人 我們身體健不健康 這凡此之類啊 有時候我們沒辦法 按照我們的期望來安排 有時候也安排不來 別人好 我不好 別人比較怎麼樣 我相形之相 我缺了什麼樣 這些的 真的有時候還由不得你 但說實在的 由得你的 並且大家都平等 那就是那個死亡的那一剎那的考驗 我們很少想這個問題 幾乎可以說沒想 學校老師也不教 那是因為 沒人死過 所以他也教不來 或者是 大部分活著的人都覺得 他距離那個很遙遠 自己也沒去思考過 所以他也不覺得教你這些事情很重要 那麼相形之下你咧 看別人都不在意這個 那你寧可到北投公園去抓怪 那麼你也覺得 想這個死亡的事情會不會太消極 這樣子 那麼皈依呢 是一次生死的決定 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來講 是很重要的 一種 生命樣態的 一個 支持 一個 宣告 這種生命的樣態呢 是 從你活著 望著死亡 這段時間 你呢 基於三個目的 你想要 做這個鬼 這其中 第二個 那麼就是 我怎麼安排我的死亡 其實他跟自己的死亡是很有關係 也是很必要 而且呢 人類就是因為有死亡 所以人類顯得就公平很多 人類要是沒死亡這件事情 你想想看呢 聰明的人永遠活著 然後那個 蔣介石跟毛澤東還活著 你可以想現在台灣變怎樣 是不是 他們沒打完 還在打 是不是這樣子 黨產也不可能歸零 是 人民財產歸零到可能 一打仗之後 人民財產歸零 我無意談政治 我的意思是說 人類其實是因為有死亡這件事 還有啊 這個地球是因為人類能死 所以地球才不會受到人類的迫害 過度的嚴重 不然聰明的人永遠挖礦 永遠怎麼樣 他永遠不死 他永遠活得好好的 你想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啊 這個歸一 我面對我們這種死亡 這個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意義 我剛剛講說 它是最公平的 那麼這是就一般泛泛人類講 那麼我們今天要來歸一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是面臨死亡 那這 哎呀 佛教很積極唄 你怎麼老談這個呢 不 就是因為積極 所以我們要積極面對一個最公平的事情 也唯有常常去掛念這件最公平的事情 我們對很多事情我們才會 不需要太費力 我們就能放得下 我們就能放得下 你比如說有人呢 被醫生診斷生了什麼大病 那麼人生了大病了 醫生說你現在就要立刻進 進什麼病房 去醫療 這個時候家裡怎麼樣 外面怎麼樣 你的財富 你的公司怎麼樣 你的家庭 你的感情怎麼樣 這些都要暫且擺下 對吧 你也不用費什麼勁 你光聽了你聽嚇死了 不一定是癌症 可能是什麼 什麼盲腸炎啊 急診啊 你痛痛翻了 那叫你放下 怎麼必也多說了 你現在只求著趕快幫你開刀 送進病房 對吧 不費摧灰之力 人間的貪愛通通被你放下 是吧 放下沒有那麼難 就是需要教育 那需要環境 有時候有教育沒環境 教育完了之後 那個環境還是那麼熱烈 你還是失敗 那現在師傅也只能給你準備教育 環境有點難 因為你也不跟師傅住在一起嘛 對不對 叫你來跟師傅住你也不可能嘛 對不對 要剃頭啊 你也不可能 所以也沒辦法 但是呢 先教育是前提 歸一其實有三個大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 翻轉自己生命的目標 因此也翻轉生命的價值 我們生命什麼時候立過目標的 看起來好像有 小時候的目標是 玩什麼電動玩具 或者什麼遊戲 漸漸的讀書的時候 目標是 考試不成為困難 你考試怎麼樣 或者是 你有什麼好吃的 好玩的 或者是 你的家庭 爸爸媽媽不相愛 離婚 你希望有一個好的家庭 不依而足 慢慢長大了 大家 大家接近目標就一致 嫁個好老公 討個好媳婦 討個好老婆 我有一份好工作 人家羡慕的工作 或者是能夠賺一些 做老闆賺個什麼錢 這大概就是你很自然的目標 你要求也不多 就這個 對不對 那就是感情的 財務的 地位 這三大類 千差萬別 不依而足 但本質上就是三類 感情 有所依賴 財富 足夠使用 還有盈餘 身份地位 感覺有價值 或者有一定的地位 那麼你就覺得 這就是你人生 可是這個 做這些事情的過程 即便是得到了這個 這三樣沒有一樣 而且搞不好還反過來 還妨礙 我說沒有一樣 甚至於還妨礙 甚至於這三樣根本就在妨礙 妨礙你臨死時候的那種自在 或者妨礙你找到生命真正有價值的目標 你想想看生命如果是滿足這三大目的 只是滿足這三大目的 這三大目的的滿足之後呢 你的生命並沒有獲得什麼 死亡結束 死亡發生了 他沒有可以靠 可以靠 你的愛的人 或者你最孝順的母親 你是一個兒子你要死 或者你是一個父親你要死 那麼你最孝順的兒女 或最疼愛你的父母 或者最愛你的夫妻 誰 丈夫 妻子 他都不能幫你死 而面臨死亡的時候呢 真正在面對的是你自己過去所造的業 而你的業 所謂的業是什麼呢 眼睛 耳朵 鼻子 舌頭 身體 思想 這六根或者簡單的說成三頁 眼 舌根 身 口 意 這三樣 身體的造作 口的說 說詞 還有意念上的想法 這三頁 在你人生當中 為了追求這三大事情 感情 財富 名利 地位 這三件事情 那麼你一直在那努力 看起來你並不一定犯 你不一定有什麼犯罪的行為 但是你卻是很浪費的行為 浪費 這什麼話說 怎麼說呢 怎麼說浪費 浪費但也可能犯罪 第一種是浪費不犯罪 是哪一種 你比如說 你耗了很多的精神 去做了什麼 什麼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或者是選了個什麼議員 或者乃至於去做了總統 那最後你會發現了 任何誰來做總統 做完了 那個眾生的苦難 還有你自己的生命的那個煩惱項 並不會少太多 這個地球上面 或者這個台灣呢 也不會因為你做總統 會有一定多少人懷念你 但也有一定有多少人 也會罵你 那如果換另外一個人呢 倒過來 有另外那群人罵他 有另外那群人懷念他 那做完了 結果差不多 還有你身為一個 即便是最高 最位的總統 你也沒辦法 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有太多 權力團體 在那糾葛 在那裡 衝撞 最後你都只能走中間路線 所以你能夠調整的東西都不多 所以這其實換另外一個人來做 結果 就算調整的樣子跟你不太一樣 最後結果 還是一樣 不盡人意 所以你看浪費 你的生命很難 很完整的完成一件事情 有地位都這樣 那麼呢 有財富呢 有財富你試試看 財富能讓你幹嘛 把床 一張床變成兩張床 一個飯碗變兩個飯碗 你每次吃飯的時候 你一口氣拿兩個碗嗎 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一口氣睡兩張床嗎 你睡倒下去的時候 你跟一個 你跟一個 乞丐 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都是睡那個 身軀 三尺六尺 那麼長而已 就這樣而已 你耗多少勁 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其實你跟一個乞丐 在本質上面 所受用的天地是一樣的 那麼好吧 你就多吃一點好吃的 那你就造業 又更多 你殺了更多的動物 那呢 每人都活一天 那個乞丐 搞不好去跟人家討的是素食來吃 我們說出家人跟人家脱波 脱那個素的來吃 他也活一天 那你呢 你殺這個 殺這個 也不過就活一天 也實活一天 也實活一天 然後你還造了更多的業 而且呢 你要吃這些好吃的三稱海味 還得到 還得到那個那個什麼 餐廳去吃 這一等啊 從約定 汽車開過去 很少耗半個小時以內 你就耗半個小時 然後呢 坐下來之後聊天等菜 吃完最後兩個小時過去 再開車出來回到辦公室 或回到哪裡 又最起碼也要半個小時 合起來三個小時 花一餐 你要知道 你在怎麼富有 你的生命都是有限 你一毛錢都買不到 多一秒鐘的生命 結果呢 你雖然有錢 吃那三針海味 不但殺生 而且 你還 一餐飯 一個出家人 大概一個小時吃完 你要花三倍時間 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你用三倍的生命 只是光吃而已 花三倍的生命 再浪費 你說你說這樣 最終你的生命 有什麼多少意義 你浪費你耶 你自己的生命 那個是閻羅王 在用馬錶計算的 計算你有幾 幾小時可以過日子 三萬天 乘以二十四小時 你就算看看 如果你活了一百年 三萬天 九十幾年 三萬天可以活 那你看看 你每一餐都是三個小時 這樣的浪費 因為你太有錢了嘛 所以你說你錢過多了 對你來講 你到底是幹什麼 那根本就是負擔 根本就在浪費你的生命 白耗了你的生命 所以剛剛講地位 白耗了 現在講錢財 也白耗了 而且浪費你自己 而且你越有錢 你造的業越多 造的罪越多 你看看喔 我們稍微有一點錢的話 我們出門叫小黃 有現前的司機 那個中階有錢的 他還沒辦法請司機 但是買一台車 三百萬四百萬 然後那個那個的 這樣 結果你出門 還要自己開 賺一點點小小羨慕的眼光而已 最後呢 你用生命賺 多賺那個三百萬 然後那三百萬 結果來自己張司機 人家朋友看你有好車 你還得要多載人家幾次 那你算也有一點錢 你也不能不載人家 那麼這些對你來講 最後是什麼樣 如果不是拿來修行 載人家到廟裡來恭敬 恭敬禮拜啦 參加法會 那你想會再去哪裡 再去剛剛我說的 去吃山珍海味造業 所以多那些錢 你的生命到底意義在哪裡 哎呀 多浪費而已啊 沒什麼多大意義啊 而且多賺那些錢 要多繳盡腦汁 還多浪費你的福報 才能賺那些錢 你要賺錢靠現前的動腦 以及過去的福報 這兩個相加 才能賺錢 那你每賺來的錢 就等於去銀行 福報的銀行 領了福報出來了 你就浪費了你的福報 結果你拿那個福報的錢來幹嘛 去殺生去吃山珍海味 去買那個 買那個過貴的消耗品 這樣 這就是你的人生 所以說人生 如果你真的沒想清楚的話 你就在這樣子 好好好好 然後那第三 情 乾淨 你看 多麼孝順的兒女 多麼放不下的父母 他還是要走他自己生死之路 多麼愛你的老公 多麼愛你的老婆 卡到陰 卡到他也不一定卡到你 卡到你也不一定卡到他 一卡到了之後呢 就是你卡到了 他也不能替你被卡 你看生命多相愛 你說那個相愛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那個很甜蜜的感覺 那種感覺 很虛妄 而且喔 幫不了什麼忙 在生死當中 完全幫不了什麼忙 很怎麼樣 很殘酷 很殘酷 這還是有愛喔 我告訴你 那個愛常常都 轉轉轉轉 轉成了什麼 轉成了 只是在一起 後來呢 就轉成了 不然又怎樣 這是一種感覺 剛開始是愛得不得了 最後是變成朋友 親友 那最後呢 其實是冤 有親就有冤 就這樣 所以這些能依靠的 看起來都不是能依靠 看起來能依靠的 都不是真正的能依靠 所以我們生命 耗費太多的時間 在追尋這三大類的東西 那你說那要不追求 那不然怎麼樣 生命的價值在哪裡 有的 歸一就是回到生命的最終價值 生命有一個價值 那個價值是 讓你有生命的原因 你要去完成它 尤其是有人的生命的原因 你要去完成它 任何一個要歸一的人 都要認清 小同學讀書 你讀書 你讀書 升學 這些 都可以作為你 現前看起來 理所當然的原因 但是你也不會一輩子讀書 賺錢 也是 現在你有家庭 你得賺錢 做生意 這都是你 也沒辦法 拒絕的工作 是 在家人 在家人就是要這樣 有兒女 要照顧 那麼呢 這也是你看起來 責無旁貸 但是 那最終 不會是陪你走進棺材 最終 也不是真正 在你走進棺材那一剎那 你能夠很清晰明白的說 這一生 我沒浪費 你很難這麼講 總是在一份 放不下捨不下 或者懊惱懊悔當中 你去走向死亡的多 所以歸一呢 就變成非常重要 因為 你得確立 你這一生 真正想做的是什麼 那麼這就是歸一呢 你要來歸一的真正目的 事物要耗費一些時間來講的原因 也是這樣 主委 真的要改變生命的方向 不是容易的事 也很難說我一個下午 講個幾小時 講個幾小時 能夠改變得了你 很強大的方向 可是 很強大的能夠改變你的方向 可是 不能不講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要講了 歸一 為什麼要來歸一 你是什麼個心態 要歸一 並且歸一完了之後 你將會變成怎樣一個人 好 這個現在要跟大家講 我們剛剛已經 開宗明義的說明 我們生命 最終自我走向死亡 那往回看 我這一生到底有沒有白費 這是一件要考慮的事 那所以要讓這件事情不要成為遺憾 我們希望我們走到人間的盡頭的時候 我們告訴自己說 我這一生沒有白費 而且我放得下 我該努力的我都努力 不能努力的 我也盡了努力的 不盡滿意的 我也盡了我能力努力過 那這樣我沒有遺憾 你不可能完全滿意 凡夫不可能完全滿意 但是要至少做到沒遺憾 那這很重要 那這就是你歸一的很重要的條件 要達到這樣 那麼所以你要什麼樣的心態來歸一呢 第一 你有一個想要轉邪歸正 反轉你生命不當價值 成為生命最重要價值的 這種生命樣態本質上面 反轉的目的 存著這個目的要來歸一 喔 那就成功了 存著這個目的 剛剛我講的有名有錢 有名有財有情 這個你不一定要放棄 但是擁有這三樣 應該還有一個更高的目標 那這就叫翻邪歸一 邪就是你 你找到了不正確的 你掌握不正確的生命價值 這叫邪 邪價值 不正確的價值 那麼現在要翻轉成為正的價值 真正的有價值 這個邪與正 有好幾個 好幾個層次 第一種層次是 法律性的層次 最低階的層次 犯法律名為邪 順法律名為正 換句話說要做歸一的人 你心裡要明白 你如果還有在做犯法律的事 那請不要再做 因為翻邪歸正 的第一道 就是不犯法律 這個不犯法律 這個跟 要不要去佔領立法院沒有關係 你不犯法律 那最近 香港那幾個高中生 大學生 他說佔中 環中 他們在環中 香港那個環中一帶 環中區 結果呢 那個法官判他說 這是他真心為社會 追求福利 所以他不是故意犯 所以罰他呢 幾百個小時做社會福利工作 那麼那個小孩子很滿意 他說法官承認他是為社會做事 對 像這個 不是犯法律 在佛教也不認為是犯法律 因為法律是人定的 沒有錯 我們講的那個犯法律是指的 你為私人的目的 是這樣的 那為公共目的 那麼你去衝撞的結果 有人說那你衝撞就不對 你就是犯法律 民主國家不是這樣談的 民主有講法治 但是呢 當有了違反法治的政府 或公共人員 已經不是用 現前的法律能夠抗衡的時候 民主是容許你 有一定程度的抗爭能力 乃至於去示威去遊行 那示威遊行也不應該 耗時廢日 曠時廢日 搞個三天才能准你 那這樣的話立法院的什麼東西都通過了 那你也沒辦法 所以像這樣的情況 佛教來講就是 那是人間的事 但不明為犯法律 佛教也不一定要贊成他 但也沒有去反對他 也沒有說那就是犯法律 也不會用道德去譴責他 但也不一定就是要支持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那是人間的 人間的那種公益行為 公眾的行為 那個就不叫犯法律 這裡講的犯法律是指 為你的私欲 比如你就偷東西 你殺人放口 或者你無意識殺人 無意識的隨緣殺人 這樣這些都是你自己的行為 完全跟公眾利益無關的 這樣子講 因此曾經有過的這種 所謂的社會的衝撞行為 台灣一路走過來 走了二十年 一直以來都會有一群人 站在道德的立場說 那種人就不對了 因為他已經犯法律了 所以他的一切訴求都是不對的 佛教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他是為公眾利益目的 而很多種情況之下的法律 是為現在的執政者所 所運用跟解釋跟操作 那麼對於一個人民想要去衝撞 只要他的衝撞 不是為了私利 那麼他有一定程度的人支持他的論述 那這就屬於公眾行為 這就不是單一的解釋為法律行為 那這一次的香港判例也是這樣 他們歐美的法律判法也是這樣 這就是民主 那專制就不同了 專制就是皇帝說了算 那當然就沒辦法講 我們講的是 你在一個民主國家 有民主的玩的方式 那個不是 所以我們講的犯法律 並不是要叫佛教徒變成個乖乖牌 也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你的私欲 已經違反了法律所認定的 一種為私欲而實踐的一種 違反公眾的行為 或者極端違反公眾道德的行為 被定為法律 這個時候你的違反 那就是犯血規則 你就不能再犯了 包括偷渡關稅都算在內 偷關稅啊 是不是這樣 因為關稅 這個國家貪不貪污是一回事 但是關稅是大家公平要繳交的 那你偷了那就有問題 像這個也是 不過當然啦 不是你經手偷的那就不算 這也不算犯法律 這是戒律的維系問題 我們就不談 所以翻邪歸一的第一個就是 第一種邪 就是私欲性的犯法律行為 要嚴格講是這樣 那這樣是邪 第二種邪是什麼呢 第二種邪是道德性的邪 他沒有犯法律 但是更進一步是道德性的 你比如說這個人老愛劈腿 老愛劈腿 那他搞小三 你要知道在法律上面 沒辦法治療小三 除非抓姦在床 除非他進行重婚罪 不然小三沒辦法 你不能告他說 你不能遠遠的說那個人是小三 然後你就能告他 沒辦法 法律上只好說呢 現前抓到了才算數 那這很麻煩 但是道德上有瑕疵 那一定的 對吧 所以法律上沒辦法制裁 但是道德上是瑕疵的 我們這個人在外面怎麼樣 那個女人不守父道 這個男人不守 不守這個感情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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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關係 婚姻關係 外面找女人 怎麼怎麼 我們頂多這樣講他 對吧 那是道德性的邪與正 佛教徒在這方面也得要超越 也要翻邪歸正 你活在不同的地方 道德是不一樣的 你比如說回教地區 他的道德是什麼呢 是四個女人嫁一個老公 為道德標準 那不是一定都要 但是可以這樣做 在他的教義當中 甚至於是主張應該這樣做 男人拋頭露面OK 女人要遮頭遮臉 對吧 是這樣 當然還有實業派的 會比較更積極一點 是這樣 遜尼派相對比較 比較寬容一點 可是IS卻是遜尼派 遜尼派的另外一個國王系統 他們說國王的系統 那麼呢 他們更加的激進 好我們不談 那就是他的道德 你也沒辦法說什麼 生活在那裡就是那樣的道德 儒家儒家道德 道家道家道德 那麼你在一個國度當中 國度當中 沒有必要的情況 沒有妨礙佛法的解脫的前提之下 你遵守任何一個地區 或尊重不要叫做 不一定要遵守 尊重一個地區的道德規範 是佛教徒呢 該要慎重的 沒辦法說全部 這裡頭有一些道德規範是 非理性 也非佛法解脫的 那麼除非你要在那裡弘法 作為一個出家人 要把佛法弘揚進去 這個時候他就 他就要去接受 你比如說假設我一個出家人 要到回教國家去弘揚佛法 那麼有人已經帶了四個老婆來了 我就不能說他是 他是有小三 我也不能說他是犯邪癮 不能 因為他們的道德就是說 四個女人老婆是有道德的 所以大概是第五個才會算邪癮 或者是說沒有婚姻關係 他硬去對人家怎麼樣 這才有邪癮行為 不然你就沒辦法去定義他這樣 這樣這個是為了弘揚佛法 不然 以個人的立場來說 面對這種不同的道德 當他與佛法相偉的時候 那麼我們不遵守他的道德 我們不遵守 因為佛法為佛地址最高 最高理性標準 所以道德的翻邪規正呢 也理論上也要做 也是我們要做的 在人 第一個層次是法律的翻邪規正 我們不犯法律 我們做一個佛教徒呢 我們決定在任何一個國度當中 遵守那個國度 不妨礙我解脫的道德 那我也得遵守 我也不能妨礙 這樣了解意思嗎 換句話說你如果是個佛教徒 你跑到人家那個回教國家去 到處罵人家說你娶四個老婆是邪 是邪淫 那這樣也不必要這樣 當然你自己也不應該這樣做 也不需要這樣做 但是你不用去罵人家 因為你只要尊重他 因為這是他的事嘛 你自己 當然最好不要這樣做 但其實還是有這樣做的 你比如說阿裕王 還有當時的佛陀在世的國王 那個國王其實有不止一個老婆 確實是這樣 他有兩三個老婆 那也沒聽說 也沒聽說釋迦佛去呵斥那個國王 他也就接受了那個當地的 人家接受國王是這樣子嘛 就接受了 我們的民主時代沒有國王對吧 哪怕是總統也只能一個太太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但是我們台灣還是有時候還是會 多重標準 對那個有錢的企業主 有好幾個老婆對吧 那個企業家那個嘴巴最鹹的 嘴巴最壞的那些新聞記者 也不敢去罵他 還跟著他稱大娘二娘三娘 真的聽得很娘 完全是多重標準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啊 哪個政治人物啊 哪一個歌星影星啊 多了一個老婆外面養了一個女人 哇可以連報三天 對吧 那對於那種企業家 一口氣出現了三四個老婆的時候 沒人敢說什麼 這完全是什麼 完全是媒體的 我常常講這叫媒體自我閹割 對不對 這是一個雙重標準 所以說像這一類的 我們暫且不表 一個地區當中的道德 佛教徒不違背我們解脫的 那麼我們要尊重他 你們的道德是這樣 我尊重你 你們的標準是這樣 我尊重你 但自己要有自己的標準 懂嗎 那個是另當別論 所以翻邪歸正的話呢 第二個邪是什麼 在某個地區當中的那個地方的道德 而也不妨礙你的解脫的話 那你也應該尊重甚至於遵守 懂意思嗎 但不一定絕對要遵守 但我說甚至於要遵守 就有些必要性的 那你就遵守 你比如說到了西方國家 他們男女見了面 好朋友真的見了面 會用臉匣碰一下 出家人例外 你是在家人 你又在美國做生意 你就跟人家這樣做 基本上還說得過去 對吧 那你看一個和尚就跟人家碰臉匣 那可能就這樣在解脫上 人家就會講話 那所以和尚頂多就是和和尚 這樣懂意思嗎 就彼得這個意思 再看身份不同 所以那個邪與不邪 就不能夠以中華人的文化說 哎呀你看男女瘦瘦不親啊 你看這兩個一男女女 怎麼會抱在一起 沒有啊 人家那個是他們的禮儀嘛 這樣懂嗎 這是第二個標準 翻邪歸正的第二標準 所謂的道德意義 或風俗意義上的 的邪與正 有邪你就要翻 有正你要遵守 或者尊重 第三個意義上是什麼呢 是其他宗教上的邪與正 我剛剛講那個回教有沒有 就這樣子 他們女人露臉 對於實業派的回教徒 女人露臉 不遮頭髮 喔 在公共場合這樣 簡直大逆不到 那最近不是在奧運嗎 那那個 有個阿拉伯的那個 那個電視台啊 在播那個女生賽跑 那女人賽跑都穿短褲嘛 他們不可以看人家女生 穿短褲在路上跑的 那怎麼辦 都用個猩猩 用個猩猩 把那個女人的那個 褲子那個地方 用猩猩遮住 結果你看所有的賽跑 都是猩猩在賽跑 這什麼都沒看到 是不是這樣 還有呢更慘的是什麼呢 居然還要轉播跳水 結果跳水這家更慘了 穿得光溜溜的 這成河底筒 結果你就看到跳水 是什麼跳 是一個黑桿子在跳 都是黑桿子在那 嗯嗯 然後那個播報員 還抱得怎麼樣 抱得很high 那個情緒上抱得很興奮 但是你都 所有的都看到一個 黑桿子在那跳水 因為都把那個女生的 這個胸部以下 那個大腿以上 膝蓋以上 統統遮成黑桿子 遮住了 只露出什麼 只露出那個 手掌跟腳掌 連臉也得遮住了 所以你就不曉得誰在跳 那麼回教國家也在選美 只能選眼睛 什麼地方都看不到 是這樣 那麼這就是他們的道德 他們的宗教 你不要隨便批評 那是他的價值 他的正是這樣子 叫正 他是正 他看我們是邪 對不對 所以你得要尊重 在那個地區你得尊重 這叫做翻邪規正 的另外一個意義 是這樣 那麼這些都 他要這樣做 或者甚至要求你也這樣做 你是女眾 要求你也這樣做 基本上也不妨礙解脫 少一點身體被人家看到 大家少麻煩 但是也還可以 他們還要求男生女生沒結婚 甚至於沒結婚 在街上走 男女公然的牽手 就要砍手 他們的道德 男女受受不清到這麼嚴謹 要講起來也不壞啊 少慾少腦 不用多想 男人都乖乖的回家 只能看自己的老婆 也蠻好的 那麼這是什麼呢 這是他們的邪语症 對吧 所以翻邪規正 屬於宗教意義上的邪语症 也不全然跟佛教一致 不同的宗教也有不同的邪语症 只要不違背佛教的根本解脫意 我們在某些場合要尊重 甚至於隨行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他違背了佛教的解脫了 那麼我們不遵守 你比如說 儒家講的 不孝有三無厚為大 我們不遵守 不孝有三 不 不孝只有一個 不解脫就是不孝 不讓父母親往生 不懂得讓父母親往生 這叫不孝 愚痴 那至於有沒有後代 那個不關乎孝不孝 沒後代OK 在佛教來講 那不是什麼邪不邪 甚至於 甚至於像我們那個同學沒有結婚 像我沒有結婚我就來出家 我們家沒有後代 大不孝 佛家講這樣 那我們佛教講 最好 這樣不造孽 不留孽種 是不是啊 不生煩惱 也不跟這個地球在製造什麼消費品 那是好事 所以這是違背我們佛教的正解脫正義的 那它無效 你不能說翻邪歸正 那這樣的話那是道德 那是儒家講的 我也只好遵守 不不不不 不是這樣 我剛剛說過 三種翻邪 法律上翻邪 道德上的翻邪 跟宗教意義上的翻邪歸正 這些所謂的邪與正 都不能違背佛教的最高道德 最高意義 如果它違背了 它說邪我們不命為邪 它說正我們不一定認為正 懂意思嗎 你比如說它認為正的是取四個老婆為正 對不對 我們佛教徒只能尊重 它不能遵守 遵守 為什麼呢 因為越多老婆越麻煩 貪愛越重啊 一個老婆都已經很費勁了 還四個老婆 你要怎麼辦 是不是這樣 一個禮拜才七天 分給四個 怎麼分得公平呢 很累 沒關係 那就是四天分給一號二號三號四號老婆 後面三天分給外面 這不行 這也犯戒 對吧 那分給你自己好了 我告訴你 你也很難 一定有人 一定有幾號老婆 這個心不滿足 要多要求 那你不行啊 所以佛教 這就不遵守 不遵守 像這樣子的 所以第四個 翻邪歸正的最究竟 邪歸正的標準 那就是佛法的標準 佛法的解脱無我的標準 那麼它首先表現在戒律上 不殺到淫忘酒 邪癮 殺到邪癮 忘女 喝酒 喝酒就包括毒品 這些有違背的 絕對就是違背佛教 這樣同意思嗎 那麼要遵守的 因為遵守了之後 就像於無我 像 方向的像 它能朝向無我而去 它不是說 什麼世間仁義道德 什麼 什麼佛教的五戒 等於仁義理智性 不是這個意思 跟那個無關 那是古代的什麼大德啊 它為了要呼應儒家 它把它這樣對應說的 在本質上完全不能比對 怎麼說呢 佛教的不殺生 不偷盜 不邪癮 不妄語 不飲酒 它的目的不是人間的目的 它的目的是解脫的目的 它不殺生 是因為一切眾生皆是未來佛 我殺了未來佛 我違背解脫 我也讓他毀壞他的解脫 我跟他結恶怨 儒家不講不殺生 儒家還得要奉素修以上 帶著肉乾去給老師吃 對不對啊 他還說 君子願刨除 見其生不忍見 聞其生不忍見其死 見其死不忍食其 見其... 君子而願刨除 聞其生不忍食其肉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顯然是要殺 要殺豬羊吃的啦 子貢呢 子下 子貢 應該是子貢 子貢跟 子貢跟那個孔子講說 今天的周陶天子都在祭祀那個 用那個羊來祭祀 周天子的祖宗 哎呀根本就假猩猩的 因為他們根本不注重 這些諸侯根本不注重周天子了 他就這樣講 所以不如把那隻羊省下來 孔子說 如愛夕羊 無愛其禮 他說你你你你珍惜那隻羊啊 我不珍惜 我珍惜的是 那個禮節要在 所以禮節 那就是要殺那隻羊 來什麼 來祭祀周天子 那這佛教我來講這個東西 當然我們不是說抓 抓這些東西小辮子在笑人家 我不是意思 我只是說 這就是不同的道德標準 你不能拿佛教去混淆它呀 懂意思嗎 佛教的最高道德 升起一切人間的道德 無違 沒有違背 你遵守的佛教的道德 你在人間的一切道德就遵守得住 你不用害怕 有哪一個宗教 哪一個文化 可以說你是沒道德 你看看 釋迦佛 他的父母親 都年老了 整個國家都需要他繼承 他呢有三個太太 有一個兒子出生 有一個兒子還在胎內 現在有居室還在胎內 有兒子 結果他偷偷跑去出家 對爸爸來說 他真是不孝 對國家來說 他真是不義不忠 對媽媽 對妻子而說 他真是不恩不愛 對兒女來說 這是不義 對他的那個堂兄弟來講 也真是沒有兄 沒有兄弟之義 哇什麼都沒有 他是不忠不孝不恩不愛不義 哈哈 釋迦佛佛也要按照儒家講 是這樣子 但是呢 還好他是不忠不孝不忍不愛不義 所以我們才有釋迦佛好拜 對吧 所以就要知道 你除非你是假出家 你真的你不想孝順父母 你不想去負擔養育父母的責任 你跑來出家是惡心 除非是這樣 我想不會有這種人 不然你的出家就是世間最高的道德 如果你要出家的話 當然你如果你不出家 你說那這樣話 我也要像學釋迦佛這樣 不忠不孝不愛不義 那不對 不對 對不對 你有老婆不顧 你有老公你不照顧 你有爹娘你不奉養 這樣就不對了 他是去出家呀 你又不出家 你跑去玩 你跑去怎麼樣 那就不對了 我的意思是這樣 懂嗎 所以這些要因人因死而異 你要翻邪歸正 就是把這個翻邪 有一個最根本的邪 那就是生命價值的邪 也就是你的生命 只為自己的情 愛 名 利 那就是根本的邪 這個於人間道德不一定邪喔 這在佛法名為邪 只為自己的情 愛 只為自己的名利 只為自己的名 地位 只為自己的利 這就是最大的邪 這種邪造自己的苦 也造別人的苦 也造累劫自己的苦 累劫別人的苦 雖然我們很難一下超越 但我們必須知道 那是苦的開始 那是不解脫的開始 這叫邪 所以怎麼辦 要控制 要減緩 做一個在家人 做一個你要做一個佛弟子 你說這才是真邪 對 那麼什麼是正 我的生命真正的價值 就是拿他來修行 自利利他 這是正 也就是我為了一切眾生的苦難 而導引一切眾生 入於解脫的境地 這是我生命最高的目的 今生做不到 我生生世世要做 為了要這樣做 我得要減少我自己 名 情 利 這三者的貪愛 減少 我不能讓你一下說沒有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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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減少法呢 師傅在蓋廟啊 你不要只是在那裡 存錢喝下午茶 你要把三次下午茶 你要省兩次的錢 來給師傅還債 支付跟銀行借錢很辛苦 你要這樣 這是你的責任 比如說這意思 那麼呢 你不能夠每個禮拜都跑出去玩 你要一個月四個禮拜 一個禮拜去做慈善事業 兩個禮拜來市裡做義工 另外一個禮拜讓你去玩 可以 最好都不要去玩 都來這裡做義工 那你還一下子忍不住 一個禮拜讓你去玩 好啦實在不行 先讓你兩個禮拜 絕對不能超過三個禮拜去玩 你那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去做志工 一個禮拜去做慈善事業 你要這樣 我沒有叫你全斷 但是我也沒有 我要告訴你慢慢的要改變 因為生命的價值 不在於只是追尋你的享樂 追尋你的情愛 追尋你的財富 追求你的名 不可以 這是邪 要慢慢翻轉 以後你打算這樣做 叫做翻邪歸一 歸的第一個意思就是這樣 歸 翻邪歸正 把生命的價值擺對了 擺成什麼 擺成減少自己的欲望 增加自己的修行 以成就別人的解脫快樂 當然也包括我自己 的快樂 那這個當然也可以放在家裡來看 你比如說在家裡 爸爸媽媽要求我們 或者說我們在看待父母 那父母有時候很唠叨 欸 我們願意忍一下 為什麼 因為那就是情緒啊 我不能順我的情緒不爽快的 罵爸爸媽媽 哎呀 不要念了 不是 現在要聽他多念一念 念一念他念得很歡喜的時候 你再來跟他說 哎呀 都念佛 怎麼樣 哎 他歡喜 你看 你就忍住你的情緒 這樣子就叫做翻邪歸正 一向一向以來 你就追尋你情緒的放肆 釋放 從來就 從來就很 很肆無忌憚 現在 忍一下 這種態度 那麼 那麼 有時候我們的兒女 或者不乖 或者是 身體有病 那麼我們要這樣想 那身體有病要做我的兒女 那就是我過去的 跟他的姻緣 那不一定叫做惡緣 那搞不好就是善緣 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知道生命更苦 那因為苦 他在苦 我也苦 我們就謙卑的來面對苦 所以我帶他來一起聽歸一啊 很好啊 那面對苦 你不要去想說 別人怎麼不用這樣 怎麼我這麼倒楣 沒有 生命的無量無邊解以來 任何人都可以遇到 他的無解的事實 跟無解的情感關係 那這些都要當作是苦的面對 然後說 因為有這個苦來警徹我 我今生才能夠 不必要去追尋 那虛幻的 師父說的那個 名啊情啊利這些 那這樣子的話 父母對待兒女 哪個兒女不孝順不怎麼樣 對待父母自己能夠翻邪歸一的人來講 完全翻 情緒上面的 自怨自嘆 翻轉成為修行上面的 什麼呢 真上緣 你看的都是正面意義的 就是正面意義 那是很好 我們看到別人這樣 我們也要用正面意義 來鼓勵他 所以你看看 歸一的佛弟子的歸一 他的整個生命價值態度 看法 生命的結構 抉擇項是跟人家不一樣的 他安於 他甚至感恩於 他所面對的一切苦惱 因為唯有這些苦惱 才讓你遠離 才明情 所以嚴格說起來 如果你有一個不順暢的婚姻關係 那你也要感謝對方 也就是這樣子 你對情 你懂得放下 不是怨探 把他寄放在你那裡 不是 好 好 你跟那些人走 我去死我老婆 只要給你看 那完蛋了 完蛋了 如果是這樣就完了 不是這樣子 是說感恩他 讓我知道感情可以這麼殘忍 可以傷人傷得這麼重 謝謝 這過去我欠他了 那麼今後我也不要再傷人 那我也沒有能力再接受傷害 我應該把這些 耗費的時間 放在佛法中 讓人家快樂 我多去掃地 我多去萬佛寺 整理環境 也有像我這樣子的女人 因此來萬佛寺 就心裡看得很舒坦 那這樣的話 等於我在幫助他 你看看 你的先生這樣對待你 是的 不仁不義 他是真的 不能說是假的 懂嗎 不能說是假的 是真的 但他確實可以修行的 懂意思嗎 他的意思是可以拿來修行的 他當然是真的壞啊 沒有錯啊 他跟你的約定 他怎麼可以去找女人在家裡 就躺在那 房門一開 一男一女 那個男的是你老公 這就真的在那裡啊 又不是主的 是不是 是用車的 不像主的 他就真的躺在那裡啊 是 但那又能怎樣 拿刀子殺他 濁肩在床 讓他罰二十萬三十萬 你也可以這樣做啊 但是你會來告訴師父你痛苦 顯然你不想做剛剛那樣的事 所以你得翻轉 情愛這個東西 來的時候擋不住 很荒謬 走的時候也擋不住 很殘忍 在來與去之間 有一個叫做偷偷摸摸 他就會不敢說他要離開 但是他又想要藏仙 人就是這樣 不值得同情 但也只能諒解 人性就是這樣 不是男的或女的 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這麼個殘忍跟難堪 這也 當然也一定是我們過去有因緣 這一切的傷害都是那麼真 但 我們除了接受 並且從中反省 我們是不是也是一個自私的人 以外 我們又能怎樣 對不對 所以說 這樣子的佛教徒就是反邪歸正 他能夠把那種邪的想法 那種仇恨的想法 我願意導正為 內自省的一個態度 這叫做反邪歸正 這是你內心裡自動的 去翻掉那個怨恨 這樣了解意思嗎 當然不容易 我說過了 這是需要先教育 當然不容易 我沒有說 你應該完全按照事物做到了 但是你要知道什麼是佛教徒 也就是說 當你在憤恨的時候 你不能夠再這麼的理直氣壯 因為你知道 這只是你情緒上轉不過來 並不是在理性上 你應該 你可以 你必須要這麼恨 你懂意思嗎 你最終還是會恨 翻邪歸一的意思 並不是讓你變成聖人 不是這個意思 而說你知道 你這樣 你這種情緒錯了 雖然我就是有這個情緒啦 我控制不住 好那求三寶加倍 我們是有情緒的 我們得承認 這樣子 這叫做翻邪歸一 所以你的翻邪歸一是隨時在翻的 你懂嗎 遇到一個錯誤情緒 遇到一個憤恨的情緒 它這麼的有道理 讓你生氣起來 你都說那是邪了 那錯了 我得轉 我得轉 我得翻邪歸一 我得翻邪歸一 我得轉 我得轉 我是一個佛弟子 我得想辦法轉 我得想辦法轉 這樣子的打算 有這種心理的打算 想要跟過去的那樣子的 率性的我 奮鬥 Fighting 要跟他作戰 你準備這樣 這叫翻邪歸 你願意嗎 你願不願意 如果你願意 你的生命開始改變 我說改變是這個意思 改變不是把你頭摸一摸 突然間你變成鋼鐵人第二 不是這樣 是說你願意做這個準備 懂嗎 這是翻邪歸一 歸的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更深刻 因為你翻邪了 歸向於正了 最後你把你內在的佛性 也顯發出來了 這叫做什麼呢 反歸自性 這個第二個歸是 歸 翻邪歸一 翻邪歸正 是歸向於正這一邊 現在反歸佛性 是回到了你的 原來的那個佛性的本質上去 也就是 這是大乘的歸一 申文稱沒講這個 恢復成佛性 你 今天有人求佛菩薩加倍 說他可能有那個鬼神 偶爾會來附身 那我說你帶鬼神來 一起歸一 為什麼能這樣 因為鬼神 就是眾生 他未來也會成佛 師父從來沒有因為 他是鬼神 他是一隻貓 一隻狗或者 我最怕的蟑螂 我忘記了他是佛 沒辦法 一切眾生 長相個別樣子 但是他們都是未來的佛 你也是 你必須先認清 並且相信 你那內在的決性 就是佛性 而我因為 明 情 力 這三大象的追逐 自私的往外追尋 讓你失去了這個佛性的本 不是失去 忘失 他就在你家裡 但是你都往外去 現在要反歸佛性 這樣懂嗎 所以這個歸一的歸的第二個意思 就是從第一個意思再進一步的 你要翻邪歸正 歸正之後的最後 是你一個正的身心 回到了你原有本有的 決性故鄉 你的決性 你內在的決性 你都有 所以你的父母 你的兒女 你們的夫妻 再怎麼餓 再怎麼餓 他再怎麼傷害你 唉 好恨 好氣 但是 你不要忘記 他也是佛 他最終 會成佛 就像你已經 反歸佛性 你決定反歸佛性的人 你都永遠不能忘記 他 他 現在 帶著佛性造惡而已 他是不懂 這樣懂嗎 所以這叫做反歸佛性 他是能作用的 他不是給你一個概念而已 當你遇到的一切惡法 你都知道 再怎麼惡 他都有佛性 所以佛教徒 會不會跟人家吵架 會 會不會跟人家打架 會 你忍不住的時候就會 但是你都永遠不能那麼理直氣壯 因為你在跟未來佛吵 你在跟未來佛打架 你還把人家的未來佛打斷兩顆牙齒 那是你錯 不是你對 你有情緒 我們承認 但你絕對不能忘記 你 有佛性 而一切眾生都有 這反歸佛性 歸的第二個意思是這樣 你有沒有打算要反歸佛性啊 有沒有打算 這就是你生命的更大意義 所以生命的意義在這裡建設起來了 你要是沒有這個生命 你怎麼回歸到佛性啊 你怎麼去做對的事來反邪歸正 讓你一直正正到後來回到了佛性 你怎麼回到了呢 阿羅漢只做第一步 反邪歸正 大乘人反邪歸正第二步 還要再做反歸佛性 這是大乘 懂嗎 所以你看你的生命價值不一樣 當你準備歸一的時候 你的整個生命價值就不一樣 是新的生命價值 好 那麼這是歸的第二個意思 那接下來講依 依也有兩個意思 我們一般來講我們的行為 這依著我們的價值判斷在過日子 對不對 我們的行為是依著我們的判斷力 那判斷是要有個標準的 一般標準就是法律標準 道德標準 宗教標準 但我們現在說 判定的標準要以佛法的標準為標準 這就是依的意思 也就是我的生命的生口意的操作 通通依依依依著一個標準 就是三寶的標準 作為標準 三寶說渴你就做 三寶說不渴你就不做 我渴不可以出家 來啊渴啊 你就來試看看 可是我家有老母高堂在上 那就看看啊 除非你來了他馬上餓死 不然我們想辦法 你想辦法安頓 要不就找你的兄弟安頓 要不就留下什麼樣的姻緣去安頓 我們可以談的啊 只要安頓的可以 那你就可以來出家 不用擔心什麼 什麼不孝友善無厚為大 就這個意思 三寶說了算 你要依他 這叫做依循三寶 在理性上依循三寶做抉擇 那麼當然順便說一下什麼是三寶 什麼叫做寶 寶就是稀有難得 難職難遇 能夠成就諸種功德 能夠成為我的導師 這樣子的意思 這兩個當然最後是一樣 稀有難得名為寶 難職難遇名為寶 稀有難得 可是你還遇得到啊 那有的是 稀有難得你又難職難遇 那麼再來 成就諸種功德名為寶 或者再來 第四呢 為一切眾生所依名為寶 上帝不能為一切眾生所依 因為不聽上帝的 沒辦法依上帝 豬狗貓羊是上帝 造的但是呢 他依靠不了三寶 依靠不了上帝 因為上帝這麼說 天上飛的 地上爬的 水裡游的 土裡磚的 統統我試給你人類吃 所以豬是地上爬的 他去找上帝沒有用 上帝說我造你 就是要給人吃的 你找我幹什麼 去給他吃 就這樣 那隻豬只要 平安摩的 又去用台 因為是上帝造他去給 他的目的 造出來就是給人家吃的 所以他怎麼去找上帝保護 沒有用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但是 三寶不同 任何眾生找三寶 都可以找到依靠 是不是 所以寶 有一切眾生所靠 一切功德所據 一切稀有難得 一切難職難欲 這四大意義 所以明知為寶 這樣懂嗎 好 那麼這樣子的寶 呃 什麼內容呢 佛寶 佛 你看看要成就佛啊 難職難欲 要遇到佛更是難職難欲 對不對 成佛你看幾千 幾萬結 幾百萬幾千萬年 我們地球上來出一尊佛 對吧 這是 難職難欲 難以成就 稀有難得 那麼再來呢 佛 的智慧慈悲 為一切眾生所依靠 佛 所謂萬得莊嚴 成就無邊的功德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寶 那麼法 也亦復如是 法要佛的成就 才能說得出來 所以是難以 難能可貴 那麼法 也要有善因緣你才聽得到 所以難職難欲 法 我們依靠了法 這個準則 法就是道德 道理 準則 這些道理規則 你能依靠 你就能夠怎麼樣 成就諸種的功德項 所以這是法 所以它是能為眾生所依 法 那個 只要你依靠了之後 順於法 能夠成就 無邊的功德項 所以法有無邊的功德 所以這是法 名為法 生 也是這樣 你兒女啊 我們要讓她讀 什麼狀元啊 多讓她補習 應該就有機會 呵呵 那麼但是呢 你說要讓她去補習成為出家人 恐怕很難 對不對 所以說出家兒啊 很難生 呵呵 狀元兒啊 還可以生 出家兒 你要去求才有啊 那麼呢 生 以那個清淨和和相 為眾生所依 名為榜 生 為人天景仰 人天所見 那生起那清淨相 這是功德能生起 名為榜 那麼出家人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住食道場 讓我們能夠有所依止 讓我們的煩惱當中 有所詢問 像這一些 名之為榜 對不對 為眾生所依 那麼呢 我們依靠了她了之後 我們能夠消除我們的錯解 我們能真實的歸依 我們能夠反歸我們的決性 那麼這樣子 生起無邊的功德 這都是由身保而立 有佛 有佛寶 可是佛寶不能自己 以佛已入 視線入面 他不能自己成就於道場 為生來弘 有法 雖然法呢 但是在經典上 佛法無人說 雖惠不能了 佛法雖然是這麼好啊 但是法不能自行 為生能夠弘法 是不是啊 所以生雖然是凡夫生啊 可是他卻能住持佛寶 弘揚法寶 是這樣 那麼呢 顯現身保的功德項 所以這就是身保的功德 跟難以思議 跟難職難欲 為什麼是難職難欲啊 你一定要跟出家人要有緣啊 有沒有 沒緣你就是學佛了 你這裡也碰壁 那裡也碰壁 那裡也跟那個師父沒緣 跟那個師父也沒緣 那你也沒辦法學佛 所以你要遇到有緣的師父 那也是要你過去的善因緣 那也是難職難欲 所以生是神保 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這名為三保 那麼我們這個依呢 所謂的依就依靠 在理性上依靠 這個三保的道理 教學 還有行儀 某一些事物的行儀你也是可以學的 當然不是都你能學 但是部分的行儀你也能學 佛法的道理在他的身上實踐了 那麼你能學 你這樣子就名為什麼 名為依靠三保 你生命中 你比如說 我常講 我說佛教徒 要找 要談戀愛 也得找佛教徒談戀愛 你怎麼找義教徒呢 你怎麼所依呢 那是你的價值嗎 將來的雞同鴨獎 對不對 你跟他家吃素 他說他要吃牛排 他說那上帝造的好吃 你到底是愛還不愛呢 這種怎麼愛得下去呢 我在想不懂 阿叔你以前說的 他就抓到了 要抓到了 回去瞧 你就知道回去瞧 對 這沒有辦法 這些也是要依 理性上要依靠三保 是這樣 要這樣子 要這樣做 你那個 你那個信仰都不一致了 很難說在 在感情生活上面會順 很難 這不是我們說佛教徒在排他 不是意思 就是依尋三保的意思 理性上依尋三保 你做什麼事情能不能做 這依尋三保 尤其依尋五界的概念 來做 依尋三保 再來呢 一還有第四個意思 一有第二個意思 叫做依靠 那是感性上依靠 感情上依靠 我們剛剛講理性上是依尋的理性 最有我們的選擇 但在感情上面 做為依靠 我們感情上常常依靠 丈夫依靠太太 太依靠丈夫 兒女依靠爹娘 爹娘老了依靠兒女 對吧 那麼呢 立法委員依靠人民的選票 總統依靠立法院的支持 行政院的輔助 人民的 投票的 所謂的認同 等等 這一類 等等這一類 那 這一類都可以造假 這一類呢 就算可以靠 也靠不住 為什麼 你能靠到怎麼樣 嗯 你生病 你的父母頂多照顧你 你妻兒頂多能照顧你 也不能替你生病 生病要死了 嗯 他會在哪裡哭天搶地 他也不能替你死 他也不能替你延後什麼 面對的那個極大的災難 陪伴你 陪伴你 不能說沒有 但真正跟你生命堅強起來 的力量 從內在裡產生力量 那並不是人能夠給你 那麼就是所謂的三寶 那麼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你 歸一 要在感情上懂得全盤的交付 全盤的依靠 全盤的呼喚 呼喚三寶 進入你的內心裡 因為你內在就有覺性 就有佛性 佛性呼喚三寶 在你內心產生力量 產生光明 產生支撐 這要一再地呼喚 因為我們的業力 也一再地妨礙我們 妨礙我們 要戒煙 要戒酒 要戒晚睡 要戒貪吃 要戒你的貪愛 要戒你的那個飲食習慣等等 這都是一種習慣長期養成 那你也要依靠三寶 還有你面臨的那個恐懼的災難 或者極大的個人的那種感情刺激 太太離開 先生離開 兒女生病 父母 父母顽固 或者事業大的失敗 或者被你最好的朋友所欺騙 或者被人家倒會 或者一夜之間了多少錢 都有可能 人生啊 那這些已經不是理性能夠面對 不是 已經不是理性 只剩下感性上 你要全然地依靠 佛的加持 法的支撐 身保的教育 跟鼓勵 跟教導 指導 你要相信 一切都是你的內心所改 也一切從你的內心改變起 哪怕得了絕症 絕症 兩種情況 我希望我能好 得了大的病 我希望我能好 這是一種 第二種 這個病說什麼很難好 那我希望我能夠安穩地走向死亡的那個接隊 我都已經八九十了 七八十了 我也不練劍 但是希望我能安穩地走過去 我全然地投靠 善保 這種感情上的全然投靠 是深知自己的無能 深知自己的習性重 深知自己的業障強大 深知自己的智慧淺薄 习氣力量很大 然後呢自己能改變的力量很小 那麼內心裡渴求三寶的加倍 給你力量 不止地恳求 不情止地恳求 這種不是貪愛 這種是一種內心裡望向光明 我知道這都是我的業力所感 我並不怨天尤人 可是我自己力量有限 難以獨立地走過去 希望三寶給我力量的那種 內在的理性加上謙卑 但是我實在是恐懼 我實在是害怕 我面臨這麼強大的意外 我實在是 情緒上無能力 這麼樣子的對待 我好脆弱 我好懦弱 這個時候內心要呼喚三寶 因為你是三寶的弟子 全然的投靠 你要告訴自己 我會努力 但我也知道我努力力量有限 我是這麼地懦弱 請三寶加倍弟子 我是三寶的弟子 我永遠不忘記 請您加倍我 讓我有力量 讓我有力量 面對 讓我有力量 改變 讓我有力量 突破 即便我一錯再錯 我都不失 對三寶的信心 我還是要奋斗 這就是全然的依靠 這是感情上的依靠 你要有 不然你會自暴自棄 三寶弟子永遠不自暴自棄 永遠在對的努力上 持續的努力 他會一再的失敗 但我們仍然一再的努力 你看累劫以來我們失敗 無量無邊節 我們今天還是來歸一了 你看 對不對 我們再一次的求三寶 加倍我們 我們每一次的進步都好少 但如果不努力 我們連進步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面對這麼大的痛苦 這麼強大的苦難 我嚇壞了 但我仍然知道 三寶沒有遠離我 我內心永遠呼喚他 這種呼喚 是因為我知道 三寶永遠那麼慈悲 永遠聽著我的呼喚 當然你有可能這樣想 哎呦臨時抱佛腳有沒有用 有用 有用 只是力道沒你想像那麼快 那麼強 那你應該這樣說 亡者一役 現在我就是要念佛 所謂的臨 所謂的臨時抱佛腳 這個臨時要變成橫時 殘時 我面臨了我才知道要抱佛腳 好我從現在開始抱緊 從今而後我抱住 那就好啦 我不打算放開 那這樣的話你的臨時抱佛腳是有用的 你要這樣想 當然不能這樣騙 不能這樣騙喔 我給佛菩薩騙一下 我沒事我就放開 我就不抱了 當然不是這樣子 你在這麼痛苦的時候 你不應該還有這種想法 也不可能有這種想法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是不是臨時抱佛腳 就對以前說是臨時抱 就對未來講是恒久的抱 恒長的抱 你重新以後我再也不放棄了 我再也不鬆手了 我再也不放棄了 我要念佛 我要拜佛 我要像師父說的每個禮拜去做慈善 要不去做 這個這個這個 做志工 雖然我現在才懂得臨時抱 因為嚇到了 因為難堪了 我懂得抱 那我抱了我就要抱住 所以也不用擔心 所以依靠依靠 有時候我們情緒是這麼的磊落 我們的情感力量是這麼的弱 我們有什麼力量突破我們的困難 真的有時候好難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災難 我們簡直恐慌到六神無阻 這個時候你不能忘記 你依靠三保 你的皈依的第四 就是全然的依靠 你今天宣誓 就是你要全然的依靠 就在那一剎那你要用出來 用出來 全然的依靠 那平常要不要用呢 也要用 平常能用的人 那就是修行人 大修行人 平常就全然的依靠 什麼時候依靠 鬼來復生 車禍 家人突然間得大病 還是你好好一個人 每天都量三高 每天都有運動加游泳 每天都注意飲食 結果去醫院一量 癌症四起 這怎麼可能 除非 護士把資料弄錯 不然就是你 為什麼是我 不然你應該認為是誰 好吧 我接受 我恐懼 我六神無阻 會啊 會這樣 當然會這樣 會這樣 然後跟佛菩薩講 地址錯了 地址錯了 地址在放逸 地址沒有好好休息 地址平常都沒有好好念佛 地址呢 都用自己的時間在遊樂 沒有聽三寶的話 我錯了 我願意以今天的生病 像佛菩薩一樣 代替一切眾生生病 就像我的病一樣 如果我能好 是為利益一切眾生而好 如果我不能好 那麼我願意以此因緣 好好地念佛 求生吉祿 求早日 回入娑婆 廣度有情 我感謝這一生 所對待我的一切 我更感恩三寶 求三寶加倍 要這樣 全然地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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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記得 這是歸一的第四 也是最重要 這是你的保命符 常常理性的歸一者 他不懂這第四的道理 我們要懂 我們要懂 全然地依靠 這就是歸一的四個意義 第一個歸有兩個意思 翻邪歸正 反歸佛性 依也有兩個意思 理性上依循三寶的教導 同時我解釋了什麼是三寶 那麼在感性上 完全全然地投靠三寶 一個真正的念佛人也是這樣子 你不用等到那一天再來投靠三寶 平常就要投靠三寶 要這樣修 會不會啊 你懂得這樣了 你就不是靠感情 靠金錢 靠名利 靠社會福利 靠誰當總統 靠誰怎麼樣 靠兩岸如何 和不和平 這些都不是你真正能靠得了 靠的就是你自己 靠的就是三寶 三寶永遠不會隨世間而變 永恆讓你所靠 人生的價值是這樣建立 人生的安危是這樣面對 人生的努力是這樣子為目標 這樣懂嗎 以上所說就是轉變你內心一切 的歸意的意思 大家願不願意 好願意的話很好 我們現在懂了這個道理了 現在我們起來 我問起來 那麼起來 然後跪著 能跪的向上跪 準備歸意了 那本子呢 交給你們 那麼這歸意以鬼 每人一份 那麼先跪著 向上跪著 向上跪著何長 我問你們 如等已經了知了 已經知道歸意的生意 跟法要 那麼 今天你們大家 能發這個 廣大的 為利益一切眾生 為反歸我的決性 佛性 成就一切眾生 這樣的生命意義 而受辭歸意 你們能受辭否 能受辭 好 既然能受辭 我們跪著 來迎請 三寶 我們請一遍就好 時間有限 好 香花银 你們跟著念 香花請 請 弟子 牟甲等 你們自己唸 文文書 帶你們唸 我唸第一句 那你們唸下面一句 你弟子就稱你自己的俗名 現在還沒有法名 就稱你的俗名 香花银 香花請 弟子 牟甲的重等 一心奉請 來唸下去 本師 師家牟以我 西方 阿密佛佛 當來 下身 彌勒尊佛 十方三四一切諸佛 大小二秤 匹尼律障 十二分經 全時教典 觀音世智 文書普賢 清淨海中 諸大菩薩 幽婆離尊者 西天東渡 歷代主師 光明慧上 祭位諸天 凡四世王 天 八故 前蘭土地 護戒神王 景韵一心 歸命頂禮 為怨 不為本事 慈光色障 正蒙受戒 兼堂悟戒 大慈敏姑 好 就禮拜 好 現在 站起來 我們要求懺悔 跪著 要求懺悔 那麼 求懺悔的話呢 我們現在因為啊 我們要用我們的心來發這個願 對不對 先坐下來好 我跟你說明一下 坐下來 忘了說 那麼現在就要準備歸一了 我們現在引起聖人三寶降臨了 我們接著要歸一 那麼接著要歸一的話呢 這個歸一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歸有兩個意思 一有兩個意思對不對 那麼現在就是說 我決心 盡行受 一直到我死亡之前 我的生命要 這樣子來做 那麼依著佛 依法 依身 我呢 學會翻邪歸正 我要 反歸決心 我要 依尋三寶 我要 依靠三寶 我這一生 我發願 我要這樣做 我願令這樣做 我發誓 要這樣做 誰幫我做證明 你的歸一本師 上法下葬 這就是說歸一就是這樣 哪位師父幫你歸一的 就是我 上法下葬師父 所以什麼叫歸一師父 就是幫你證明這個誓言 發誓啊 這個誓言 那麼我發這個誓言呢 我打算怎樣 我今天受了歸一 我感動天地 願呢 這個四邊呢 大地震動 那麼 土地呢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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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翻轉了 升起什麼呢 升起那個 解雲 那麼我呢 從今而後 我要翻邪歸正嘛 我要行一切善嘛 那我要依靠三寶嘛 我要依循三寶的教導嘛 所以我都要行一切善法 那麼呢 這樣子的善呢 是我發願於未來一切實 一切處 於一切有情無情的眾生 我通通要 我通通要 斷一切惡 翻邪嘛 斷惡 修一切善 我通通要度一切眾生 這是我生命的真正目的 我生命的目的是這個 斷惡修善 立一切眾生 成就佛道 我這樣子想了之後呢 因為我依靠三寶這樣觀想 大地就震動 大地一震動了之後啊 那個每一個散法 就形成了一粒光明的塵埃 飄在虛空中 大概有一層樓高 旋轉著 旋轉著 那麼第二次呢 在念那個歸一文的時候啊 我發誓 我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身 等等 我這樣發誓歸一的之後 第二次呢 拜下去的時候 我再教你觀想 怎麼樣 我地質某某 我進行受歸一佛 歸一法歸一身 誓願於未來一切時一切處 於一切情與無情的眾生身上 我都要 斷惡 無惡不斷 修善 無善不休 依靠三寶 歸一切眾生 無依眾生不渡 那麼這樣子 感動天地之後 那個心念 的善法啊 集中在我頭頂上 那個雲啊 七彩的雲啊 本來在四周 一層樓高 現在集中在頭頂上 然後再次的旋轉 無矮 像寶蓋一樣 寶傘蓋一樣 在我頭頂上旋轉 那麼第三次再觀想 拜下去了再觀想 觀想怎樣 觀想 再次的觀想一次 我弟子某甲 這時候就要觀想 你自己的出家 歸一的名聲 名字了 我某甲 我陳某 我會什麼 那麼呢 我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身 盡行受 是斷一切惡 無惡不斷 是修一切善 無善不休 是度一切眾生 我無一眾生不度 我依靠一切眾生 無一眾生不依靠 那麼這個時候呢 一切眾生 這樣子的善法 都顯現在頭頂上面 那個善法 為什麼是善法呢 沒有 我今天我對這個木頭 我不對他生氣 這就是一個善法 這個善法顯現成為什麼呢 一粒光明的 法的力量 那麼在虛空中就放光 那麼無邊的善法 一切實一切處 無邊的善法 都成為無邊的光明 微塵埃 在頭頂上 那麼這個時候 第三次觀想的時候 這些怨心呢 因為都是善法 善法的怨心 就進入到我的身體 收射成一個圓柱狀 五寸 什麼五寸的圓柱狀 從我頭頂灌進全身 然後呢 再從我的毛細孔出去 回歸到法界 各出去 要這樣觀想 那麼為了要這樣觀想 你的心必須是清淨的 莊嚴的 沒有罪 沒有罪 所以你要先懺悔罪 懂意思嗎 要清淨你的心 所以現在好 我們現在來 向上跪著 已經歸一的人 那麼呢 你也可以再繼續再歸一 這叫正義的歸一 向上跪 合掌 那麼我念一句 你跟著維諾斯物呢 唸一句 或者維諾斯物直接戴就可以了 不用再唸 好 那麼呢一句一句的唸 那麼你也觀想自己的業障 最後呢 第四句 經對佛前求懺悔的時候 拜下去的時候 你的業障啊 像黑色的水 從你的腳 腳底板那個涌泉穴啊 怎麼樣 怎麼樣 全部的流入地上 變成大地的肥料 大地的資糧 流出流濃的 黑黑的那個濃 這樣子 這樣 要觀想 好來 開始 拜下去 哦 觀想我身上的這些惡業啊 像黑濃水一樣 從我的勇拳腳底板正中央那裡 腳板 流出去 流入地 大地上 成為資糧 好 第二次懺悔 往其所造之惡業 往其所造之惡惡業 何有無始生存知 何有無始難生知 從生於之所生 從生於利之所生 一切最上天懺悔 一切罪障皆懺悔 一切罪障皆懺悔 第二次 一切罪障皆懺悔 一樣 觀想那黑色的濃水 灌入地底下 流出腳板 灌入地底下 第三次 第三次 往其所造之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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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有無始難生知 何有無始難生知 何生於利之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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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罪障皆懺悔 觀想我們的惡業流出濃水 黑色的進入大地 滋潤大地 好 站起來 稱念我們的懺悔主 普賢王菩薩 南無普賢王菩薩摩阿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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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神王 佛神 佛神 音讯 刚刚教过了 坐下来 先发皈依证 先给你们皈依证 皈依完了就证明你们是皈依的 那么男众是臣自辈 女众的话是慧 恩慧的慧 江牧臣 那就回答 阿弥陀佛 好 来 起来 臣少 介绍的少 要记得自己的法号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汪世泽 哎哟 汪世泽 你还受五戒 是啊 陈涛 你以前就叫陈涛嘛 这一次是 第一次是 好 那就皈依 第一次啊 那么 郭伯辉 陈霖 陈霖 也要受五戒吗 有 好 好 好 这么多 好 好 这么多 苏俊云 好 以前你有皈依过吗 没有 第一次 没有 第一次啊 你要受五戒啊 没有吧 你只是皈依嘛 好 那个人写错位置了 没关系 皈依 陈世财 封密工工 陈县 县法的县 这些法号啊都是经典上面的用字 也没什么特别的怎么样 但是基本上都是好的字眼 萧仲林 是不是啊 好 陈温 温和的温 好 陈温 要记得自己的法号 要记得自己的法号 萧辉 林 是吧 两位是兄弟吗 好 很好 你是哥哥 好 陈角 角结的角 廖丰田 好 好 陈 归 一 归 陈 归 归一的归 要记得自己的法号 如果在家里大家夫妻都有学佛的话 儿女有学佛 父母也学佛 最好都以法号相称最好 好 来在女众这边 陈砖 陈砖 慢慢来 听到就说阿弥陀佛 陈砖 慧杰 慧杰 好 还有 赴 文乐 是吧 好 慧望 慧望 希望的望 林秀兰 林秀兰 怎么叫 慧意 慧意 再来 蔡佩儒 慧行 慧行 慧眠 慧欲 辟欲的欲 慧欲 谢奉音 慧臣 慧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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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春梅 慧曼 侯秀妹 慧禮 丁美鳳 慧宣 丁美鳳哪一位? 好 來 才不會拿錯 李若驚 慧韻 李佩君 慧孝 孝順的孝 羅黃月娥 慧哨 陽阿花 慧燦 慧禪 慧禪的慧 好 慧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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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平 慧等的慧 好 黃素玉 慧悟 慧媚的慧 慧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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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顧的顧 要記得自己的法號 好 那麼現在已經到了歸一的最後階段 今天有登記要受五戒的嗎? 有嗎?有齁 好 那我們歸一加五戒一起做 那五戒的儀鬼來請一下 五戒的儀鬼在這裡 有五戒的 有五戒的 要受五戒的有嗎? 來 五戒的 來這裡拿 五戒的 都同一個觀想 同一個觀想 我們先做歸一 五戒的人跟著一起歸一沒關係 那五戒再做一次這樣 好 來 起來 歸著 所有已經歸一 正要歸一的人都向上歸著 已經歸一的就正義歸一 記得啊 剛剛講說要觀想對不對? 別忘記了 我念完了你再觀想 不用急 好 跪著 不能跪著就沒關係啦 你若腳痛苦 沒跪著 不然你就跪多久順多久就好 你自己確定 好 那麼呢 阿瑟黎純念來看歸一儀鬼上面 阿瑟黎就是師父的意思啦 就是指我 這文是你們唸的 你們對我唸 懂嗎? 你們對我唸 阿瑟黎純念就是 純念就是為我做證明的意思 純念 為我做證明 你在說嘛 就是為你做證明 為你自己做證明 我弟子 這就說 會物 會君 還是成貴 成什麼 就要自己唸法明了 一定要記得喔 法明一輩子不能忘記的 忘記了你歸一體就失去了 很麻煩 誰幫你歸一 在哪裡歸一的都要一輩子記得 一輩子要記得 忘記了就失歸一體了 那你再跑去找外道啦 去幹嘛的 又失去歸一體 這個也不行 除此以外 你都要記得 好 那麼已經歸一過的你意念 意念者 意念你已經歸一過 他從我活著以來 我歸一佛兩族尊 兩族 我說過了 就是什麼呢 福跟慧 兩個聚足尊貴 聚足而尊 那麼歸一法离遇尊 那麼這离遇最尊的 那麼呢 最尊的离遇的 那麼离遇就离我的我愛 我执自私 歸一身眾中尊 是眾中最尊貴的 眾生最尊貴 這三寶 名為寶 尊就是寶啦 如來至尊等正訣 這是如來的另外的稱號 佛的另外的稱號 是我世尊 是我於世中最尊 最尊 最貴的 我的佛 是我的佛 那這樣子的觀想 那麼 那這樣子理解 那麼如來就是佛的稱號 至尊也是佛的稱號 等正訣也是佛的稱號 這是外道所無 那麼他現在作為你 的世尊 世尊 什麼叫世尊 就於世中 於世間所最尊的 也就是你的依靠者 的意思 懂嗎 以佛為代表 因為沒有了佛就沒法 也沒有身 所以現在說 講世尊 就是這 佛是我的世尊 等於三寶是我的世尊 意思一樣 知道嗎 好 那麼這樣懂這個意思了 現在 維羅斯陸 帶你們唸 你們對著我說 懂嗎 對著我說 要記得最重要的是把法明唸對 然後呢等一下要觀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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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下去 開始觀想 我弟子 惠某某 或者陳某某 陳某惠某 今日 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身 我誓願於現在 未來一切時一切處 於一切情與無情的眾生上 誓斷一切惡 無惡不斷 翻邪歸正 誓求一切善 無善不休 乃至反歸佛性 誓度一切眾生 無益眾生不度 依三寶 依尋三寶 依靠三寶 而度廣度一切眾生 我這樣觀想完了 大地四周六種震動 地裂小縫 那麼呢 我的戒云呢 身高 於四面呢 浮在半空中 一層樓高那樣 七彩繽紛 光明晃耀 那是我心念所感的戒云 純善的戒云 再觀想一遍 再觀想一遍 起來 第一次了 第一次念 再第二次念 好 來 也很多人 太色欲成念 пит著儘矗 衛有其 fract 每個Rel standpoint 始終清日 始終清日 大致便蓉以来 好 歸可二層遂 歸可二層赤 歸佳一一蹤 歸佳一你蹲 歸咸總有神 如来是真等圣结 如来是真等圣结 是否是真 是否是真 好 掰下去 第二次再观想 我弟子某某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生 是于未来一切实 一切处 于一切情与无情的众生 我是翻邪归正 是断切恶 无恶不断 我反归佛性 是修一切善 无善不休 乃至于一寻三宝 依靠三宝 是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舍不度 我这样观想的时候 我刚刚从大地 受我心灵 心力振动 感动影响的那个云 现在集中在我头顶上 像散盖一样的 像一个香菇盖一样 香菇那个头一样 旋转 旋转 光明晃药 在我头顶上 准备要灌入我的身体了 这是我的戒云 大家再观想一遍 这一遍 我弟子某某 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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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起来 第三次 来 第三次 来 阿瑟与神殿 阿瑟与神殿 我弟子某某 我弟子某某 始从今日 始从即日 男子丽神以来 男子丽神以来 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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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规三尽行寿,欧归一,我适于未来切实一切处, 于一切情与无情的众生分上,我都要翻邪归正, 赐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反归佛性, 适修一切善,无善不休,我依循佛法依靠三宝, 依循三宝依靠三宝,适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 我这样观想了之后,我头顶上的刚刚像宝盖一样的七彩缤纷, 玄绕不止的那个戒云,现在浓缩成为一个五寸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柱子, 然后从头顶上一层楼膏往下灌入我全身,充满我身体百孩, 再从我的毛细口中飘出,回到了法界各处去,要这样观想。 这些戒体入身呢,这皈依也是一种誓言,是一种发誓, 进未来的发誓,这种戒体。 好,起来,我说善,你们打耳,善。 现在呢,是中华民国105年西元2016年的8月21号,下午4点34分。 4点34分,要记起来啊,4点34分。 34分,地点呢,在万佛寺的圆通宝殿, 那么对象呢,是上法下上师物,为你受皈依,现在圆满了。 那么现在呢,还在三节,三节就宣告,宣告我已经皈依了,我不再怎么样,我不再怎么样。 就不再皈依外道图众啦,外道典籍啦,外道的天魔外道等,这就是一种誓言,这也是一种戒律。 你懂吗?你不能再跑去外道那里了。 你面对外道可以合掌,敬礼,多念佛,回向给他,这样可以。 这样知道吧? 这是佛弟子的。 所以也随着我们维诺师物呢,三念三拜,三次的宣告。 这不用观想,咱们念就好了。 一样称法名。 我弟子魔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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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下去 来 第二遍 宣告 好 拍下去 好 拍下去 一起邪书 邪说 邪书 不动能 乃至天心悔神 乃至天心悔神 一切不共心佛法者 如来自尊等正学 乃至天心悔神 三节圆满 好 先坐下来 要五戒的继续留着 五戒来看 开始看五戒第九 五戒那个仪鬼 翻开第二面 第九正寿 那么你们正寿的话呢 应该是净行寿 为满分 那如果说不能满分的话 有没有不能满分的 不能满分你自己就念 如果人受一条戒就一分 受两条戒就少分 受三条或四条就叫多分 那五条就是满分 这是给你方便 应该五戒要全守 那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三 这个 多分 就三条或四条 那五条戒就是满分 那么五戒 幽伯社 男众念幽伯社 女众念幽伯仪 那么如来自尊等正觉 是我世尊跟刚刚一样 那么这个一样三说三观想 懂吗 是这样 回书你有了 好 来 那一样要称自己的法名 一样等一下拜下去要观想 然后再来要说清楚 你自己净行寿 为满分 还是多分少分 这样 还一分 这样子 那么五戒 幽伯社 男众要念幽伯社 女众要念幽伯仪 也皈依的有哪位 男众有三位 女众也是三位 刚好 好来 那现在开始 来 女众念幽伯仪 男众念幽伯仪 有来自尊等正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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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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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掰下去 一样观想 我弟子某某 竟归依受五戒 愿尽行寿 于一切时一切处 竟未来寄 一切时一切处 于一切情与无情的众生 事断一切恶 无恶无断 事修一切善 无善不修 事徒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那么呢 这时候呢 世边的那个戒云呢 那么 染染的从大地中升起 那么呢 凝固在这个四周旋转 有一层楼高这样凝固着 旋转着 好 起来 要用医次 得一切往显 拜家去 再观想我弟子某某 进行受 归于受五戒 为满分多分少分 不一定 那么愿于一切实 未来一切实一切处 于一切情与无情众生分善 事断一切恶无恶不断 事久一切善 无善不休 事足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这个时候来观想 这云集中在我头顶 顶上像宝盖一样 旋转 有一层楼高那个地方 旋转七彩缤纷 大家观想 这是我们的愿心所感的 好 第三次 他特意语练 他特意语练 我弟子某某 我弟子某某某 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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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觅法 觅止 觅恤 我釋斷一些惡 無惡不斷 釋求一些善 無善不休 釋渡一些眾生 無眾生不渡 這個時候我這個戒體之雲 怨心之雲 像全身灌入 全部灌入我的全身 到我充滿我全身的每一個細胞 然後再從毛細孔回歸到髮界 七彩繽紛的雲 這就代表我們的戒體之雲 也是戒心所感 現在是中國民國105年 西元2016年8月21號 下午4點的43分 剛剛34分 現在43分 剛好倒過來 很好記 那麼在萬佛寺 南西萬佛寺的圓通寶殿 三樓圓通寶殿 由上法下 上司為你送五戒 你也要再寫在那個五戒證書那裡 時間要寫的 時間 地點 人 這三個一定要記得 人的相貌呢 在你們的皈依陣前面有 那那個景象在哪裡呢 也在你的皈依陣上面有 圓通寶殿呢 第一頁 第二頁 有沒有圓通寶殿的樣子 有沒有 還要記得 這些景象你都要記得 你的皈依體才能夠互念住 好 現在一樣三節 不用 不用觀想的三節 一樣維諾書為你們唸 你們跟著唸 好 好 我念 沃沃 我念 尊別人 為 何人 百合 為 更 欠 圖 巴 興 為 徐 徐 嗨 臨 行 回乎的血鬼 回乃者的 salon 自己回乎的 savior 自我親 Zeune 帶下去 起來 第二次宣告 我要避alf我 我一余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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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第三次 好 起来 好 那么就圆满了 那现在接下来 坐下来 坐下来 大家起来呢 大家全部起来 那么站起来 我们发愿 站起来 外殿弄好 我们跪下 全部再跪下来 发总愿 众生无边试愿度 有个字 法门无量试愿学 他就打错了 那个也是 也要改 好 来 跟着维诺师徒念 众生无边试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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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无境试愿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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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遍 好 那皈依的坐下來 現在呢 剛剛受五戒的繼續 我們還有一個動作要做 就宣誓借項 看十一 剛剛三節之後的十一 有沒有看到 宣誓借項 我問你們要答 答能詞 有沒有看到 第一 敬行獸不殺生 是憂不赦 憂不疑界 能詞否 要講能詞 第二 敬行獸不偷盜 是憂不赦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三 敬行獸不血癮 是憂不赦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四 敬行獸不妄語 是憂不赦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五 敬行獸不飲酒 是憂不赦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一 敬行獸不疑界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二 敬行獸不偷盜 是憂不赦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三 敬行獸不疑界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四 敬行獸不妄語 是憂不疑界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五 敬行獸不飲酒 是憂不疑界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一 敬行獸不殺身 是憂不疑界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二 敬行獸不偷盜 是憂不疑界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三 敬行獸不血癮 是憂不疑界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四 敬行獸不妄語 是憂不疑界 憂不疑界 能詞否 第五 敬行獸不飲酒 是憂不疑界 憂不疑界 能詞否 好 那么这样子 你们自己能持的部分要持守 不能持的部分 那就要在随学 好 坐下来 之后呢 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念那个利益 利益呢 有十一项利益 大体而说啦 十一项 归一的利益 还有受五戒的利益呢 这也含在内了 有归一的利益了 五戒当然也有 好 我们一起来念 一 入 佛子 素 得 如法 学 修 佛法 二 一 真上 悲念 真上 三 修法 加倍 不堕 恶 大 四 受三 不惟 护 磨 扰 五 不惟 人天 非人 所降灾 祸害 六 减灭 诸 沾 杖 七 极 往事 出 世间 不报 八 仁格 道 得 日 为人 所敬 九 三 阶 阶 成 旧 十 职遇 善知事 与诸 善 人 聚 十一 庆 庆 庆 佛 佛 道 这就是以上呢 让大家显异的内容 让大家知道一下 接下来劝修 一样五戒 受三规一都要这样修 那五戒更是要这样修 那么我们来念一下 跟刚刚一样 一 公敬 三 五 等 五 二 愿以各有 尽敬之事 成事实生 不必不灭 三 温稳静等 逢逢修得 随随五戒 敬求五戒 十 云温多化 十为佳地 日常一年 随理世界 五 万恶修战 自尽其利 招牧地和 实实大习 六 从严正识 发股一心 信念之力 决定皇上 好 这里呢 恭敬三宝 护持佛教 所以呢 我们要来做志工 这第一条就是在这里了 那恭敬三宝 对于出家私物 当然要恭敬 不只是对为你归依的本师 归依的本师 你要记得 永远要记得 那你在哪里归依 谁为你归依的 那就你的本师 在你的归依症上面 就有那个相片 怕你忘记 那么 那么等静生前 就是说你对于这里 你对于室里 或者室外其他地方的出家人 你都要恭敬 要恭敬 那么再来远离恶友 不然你的环境修行就很糟 出家私物有什么事情 要你帮忙 你因缘有 你能做得到 你要努力去做 那也不必要说是借钱 或者是离家不顾 也不必 在你能力范围内 再来你平常做事情 奉公守法 我说翻邪归正 也要符合法律 符合地方的风俗 那么随学五戒 刚刚有人授五戒 要随学五戒 敬求五戒 再来听我们佛法思维法义 常常的上YouTube 或者是土豆网 去听 你的皈依本师 讲说的佛法 或者在Facebook上面 多听多看 要常常的这样子亲近 然后万佛是有法会 应该要来参加 从佛期一年有三次 法华期一年两次 那么玉佛 还有余兰盆 过年 这都应该要找时间 都要尽量回来 有法会要尽量尽量回来 不能够怎么样 那一年呢 最少要回来两次 那才熏一熏佛法 不然你的归一体 就不健康 归完一了 这个人不健 跑哪去 甚至于呢 对失误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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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不理不睬 这样就不对 这样你都归一的心体 我想弱 没力量 那么再来呢 断恶修缮 平常就要自尽其一 那么自己要做早晚课 短短的没关系 但有恒 反省自己 最后呢 发菩提心 通 发菩提心 痛恋生死 众生的生死是很可惧的 我今天一开始有讲 生死可怕 我们今天这样子一生安排 我们一生没有愧疚 那么发那个菩提心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最后呢 我们呢 求生极乐 我们圆满菩提 往生极乐 往生极乐 在回路说婆的时候 我们身心就自在 也有具足智慧 能够广化众生 那么这就圆满我们的生命 这就是今生归一 今生求生 往生极乐 今生圆满佛道 可以说最快速 最快速 希望你们年轻人 多多的发心 那更能发心的就是来出家 来自万佛是出家很好的 有法有食 有佛法熏 有饮食可吃 那么未来也要办 这个也要招生佛学院 男众来这边 女众呢 到物光金色 要叫教育院 教育院 那么这些呢 都值得你们的期待 也应该发心 成就呢 这个出家人越多 这世间就越安宁 越好 好 我们讲到这里